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近日起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腹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公告提到 本次反倾销立案调查自2024年6月17日开始 通常应在明年6月17日前结束调查 但在特殊情况下可酌情延长6个月 商务部的这一次反倾销调查 西班牙是欧盟诸国之中受影响最大的 因为西班牙是对华猪肉及猪肉制品出口最多的国家 据西班牙猪业联盟的数据 2023年 西班牙共向中国出口了超过56万吨猪肉及相关产品 总价值达到了12亿欧元 从数量上来看 这批猪肉制品占去了西班牙当年猪肉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还多 而从价值上算 占比也达到了13.7% 而在中国这边 西班牙进口猪肉则占去了中国猪肉总进口量的21% 西班牙在中国猪肉进口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甚至就连美国和巴西等传统的农畜牧业大国也难以撼动 在对华猪肉出口领域 西班牙之所以强势 很大原因是西班牙背靠着一个比它更强势的欧盟 欧盟是我国猪肉及猪腹产品第一大进口来源 从2020年至2023年 欧盟猪肉制品占去了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量的54% 仅2023年 中国就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制品 其中一半以上的进口都来自欧盟 不止西班牙 荷兰 丹麦和法国等欧盟国家 同样也是对华猪肉出口大国 他们每年的对华猪肉出口仅次于美巴两国 分裂第四 第五和第七名 值得一提的是 欧盟国家对华出口猪肉制品 大部分是猪耳朵 猪鼻子 猪蹄和猪下水等部位 而这些东西欧洲人一般是不惜得吃的 就是因为中国进口的欧盟猪肉制品 大多也不是什么金贵玩意儿 更谈不上有什么高的技术含量 所以他们的缺口是很容易被后来者填补的 也正因此 中国商务部此次对欧盟猪肉制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另一些个欧洲的猪肉产业机构 比如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等很是焦虑 用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协会主任 阿尔贝托·赫兰兹的话来说 很无奈 但是没办法 西班牙的猪肉行业可能要再次被迫另寻出路 不止赫兰兹 西班牙经济部长卡洛斯·库尔波 近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同样大吐苦水 说西班牙现在夹在中国和欧盟之间两头受气 我们也不想发生贸易战争 我们也想避免补贴竞赛 中欧贸易不应该是有你无我的零和博弈 我们必须在促进中欧自由贸易和保护欧盟战略利益 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竞争不可怕 可怕的是大家没法展开公平竞争 西班牙人的这番言论 让我想起了当初郭德纲说过的一个段子 你和他讲道理 他和你耍流氓 你和他耍流氓 他和你讲法治 你和他讲法治 他和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 他和你讲国旗 你和他讲国旗 他和你讲街鬼 你和他讲街鬼 他和你讲文化 你和他讲文化 他和你讲孔子 你和他讲孔子 他和你讲老子 你和他讲老子 他给你装孙子 怎么着 就许你们欧盟委员会 对我们的电动汽车 加征38%的高额关税 不许我们中国商务部 对你们的猪肉制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 不就是法律吗 说的好像谁没有事的 你们欧盟能和我们讲 我们也一样 能和你们讲 大家都是文明 现在都是文明社会 说话 要讲口齿 做事 要守规矩 那要是无法可依 怎么办呢 欧盟委员会 已经向我们掩饰过了 郑子丹在新龙门客栈里的那句台词 是怎么说的来着 你要圣旨是吧 来人 给他献血 一张 二 中国的钱 你们欧洲人不赚 有的是俄罗斯人赚 这不是巧了吗 我们中国的手里 也有笔墨指标 你们欧盟现在想起来跟我讲公平了 行 没问题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搬来 从里头摘出几条条款 给欧盟的猪肉 拟定一份反倾销弊案调查的公告 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粤语里头有一句粤语 名曰 财桑居有 据说这个词最早是从西方传到中国香港的国来词 其中的财居原为英语单词 义记指控的粤语音译 生字意为不熟律法不懂的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 财桑居这三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 虽然我明知你无罪在身 但就是要以莫须有的由头对你昂加购陷 至于最后的那个肉子 则是后来人为了方便口语表达补充上去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词 还是从港片港剧里看来的 而港片港剧里被人财桑居有的 又往往是香港的华人群体 虽然和直接的猪肉画面无关 但是那种情节刻画真的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 即我们中国人是躺在砧板上带仔带歌的猪肉 而西方人则是手里紧握着屠刀的屠夫 现在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 我都没想到有朝一日 我还能在马字的时候想起这么个粤语谜语来 更想不到这一次猪肉和屠夫的角色居然会调转过来 你们西方人也有惊天啊 原来你们被人家给踩桑居有了 你们也会嚎啕大哭 哇哇万叫啊 亏我们这边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以为 你们当初 猜我的桑居有个喜好 是真的有法可依的 屁 你们有个屁的法律可依 你们所谓的法律 说穿了不就是手里的屠刀吗 现在好了 我们的手里也有刀了 比你们的还多 比你们的还快 这下你们终于不好再气我们的生猪肉了 这不是因为你们知错了 而是因为你们心里清楚 你们要是再气我们的生猪肉 下一个要被气的就是你们自己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 我们这次对欧盟发起的猪肉制品反倾销调查 是一时兴起 是心血来潮 但实际相关的形势变化早有踪迹可循 路透社在他们的报道中也提到了 用一些贸易商和分析师的话称 早在今年2月 中国就已经恢复了俄罗斯的对华猪肉制品出口 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俄罗斯对华猪肉出口 总量节节攀升 6月24日 俄塔社援引俄罗斯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的消息称 根据该部门截至6月24日的数据 俄罗斯今年来已向中国供应了1万多吨猪肉产品 其中包括约6800吨猪肉和约3200吨猪肉副产品 此前该局局长丹克维尔特还曾在圣彼得保国际经济论坛上拍着胸脯 向普京表示到2024年底预计俄罗斯对华猪肉直接出口量可能达到10万吨 原本我还有点担心你们俄罗斯把海口夸这么大 到时候要是KPI完不成可怎么办呢 哎得 俄罗斯这边一打瞌睡 欧盟那边就把枕头递过来了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搞得懂你们欧洲人的脑回路 这算什么呀 嫌自己在中国赚得太多 赚得太舒服了 生怕普罗斯饿着 不蹦的两下刷一刷存在感 就不开心咋的呀 你们不过就是一帮卖猪肉的呀 而且卖给我们的还尽是些你们都不惜得吃的边角料 我们中国人吃你们的是给你们脸 你们还跟我们吹鼻子上脸呢 现在好了 知道什么叫猪八戒照镜子不 不知道就找副镜子照一照 镜子里头的那个就是猪肉而已 你们还以为这是芯片呢 这钱你们欧洲人不赚 有的是俄罗斯人赚 而且平行而论和欧盟相比 我们身为中国人其实也更乐意买俄罗斯的猪肉 三你不愿意上中国的车 那你就没资格跟着中国吃肉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就凭俄罗斯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汽车出口市场 6月25日 俄消息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中国成联会的数据称 从今年1月到5月 中国一共对外出口了245万辆汽车 其中俄罗斯人买走了中国汽车最多 达到37.25万辆高居第一 比起排在其后头的墨西哥 巴西比利时和阿联酋等国 均要高出至少几乎两倍以上 在俄罗斯消费者购买中国汽车中 既有新能源车也有传统的燃油车 但无论是哪一种 他们都接受俄罗斯消费者的欢迎 用俄罗斯汽车行业专家 德米特里拉斯科夫的话说 售价低于300万卢布的中国车型 在俄罗斯市场上尤其受欢迎 因为他们普遍配备了涡轮增压发动机 动力充足 特别适合俄罗斯的城市驾驶环境 而在另一位俄罗斯汽车专家 马克西姆 梁战诺夫看来 中国汽车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市场上 横扫千军 所向披靡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中国生产的大部分车型 保养费用都不贵 米光只是售价亲民是不够的 现在很多俄罗斯人的日子 过得也是紧巴巴的 而俄罗斯地广人稀 环境又那么复杂 基础设施也远不如中国的 那么发达齐全 所以俄罗斯人买车开车 对于车的保养这块 自然就非常看重 一款利于保养 且保养成本不高的汽车 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中国汽车能够脱颖而出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 报道还提到 在过去的2023年 中国总共出口了 个型汽车522万辆 同比增长57.4% 目前中国汽车的出口均价 已经达到了1.9万美元 仅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时间里 中国汽车的出口金额 就超过了464亿美元 至于这46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里头 俄罗斯消费者为我们贡献了多少 这一点消费报倒是没说 但是就绝对数量而言 至少也少到哪去 一个欧盟一个俄罗斯 无论他们情愿与否 这两如今都已因为猪肉跟汽车这对关键词而和中国绑定在了一块 不同的是俄罗斯人要比欧洲人民事力的多 懂得咱得先上中国的车 完了才有资格跟着中国吃肉的道理 而且也愿意尊重这样的意义交换逻辑 我们中国人一向是从上理上往来的 你肯卖我面子 那我一定会给你脸 区区十万吨猪肉算什么样 俄罗斯把一年进口的中国汽车总量提高到一百万辆 一百万吨我们照样给你吃下去 管你出口的是猪肉是牛肉是羊肉还是鸡肉 只要你们产的猪 我们来指不拒 至于欧盟那边 不好意思啊 你们欧洲人就得往后烧烧 商务部这次反倾销调查最快 也要到明年六月份才结束 在此之前 你们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反思自己的过错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会惹得向来好脾气的中国爸爸 都这么大的肝火 想明白了再和我们说话 我们中国人不差你们欧洲的那点猪下水 你们留着自己慢慢吃吧 吃不了可以兜着走 哦对了 最后再多嘴提一句 路透社不久之前爆了 说是我们这边有官方媒体 已经向欧盟那边吹风了 中方希望欧盟能在今年7月40日之前 取消对华电动车加征的关税 至于不取消的后果 路透社倒是没说太细 但是话毕竟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也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的事 捅破不捅破也没什么区别 严禁于此好自为之 物卫言之不欲言 我这两天还看国内 有网友拿这个事情开玩笑来着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大限之日定在7月4号不 为什么呀 因为那天是美国独立日啊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国庆节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向欧盟传大爷的信息 你们不应该害怕他 你们应该害怕我 他只是你的业障 我才是你爹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